有猜猜好了喔 來 你要吃什麼 吃一點 好 吃早一點喔 好 拜拜 今年1月開始 用愛心麵 覺得我自己稍微有一點能力 就請有需要的人來吃麵 因為就是那種艱苦過 長大有一點能力就 換咱港到三港 不要一直都是人家幫我們 小時候真的家裡很窮 小時候兄弟姐妹四個 媽媽出家當女顧 爸爸 爸爸就帶著我們工作 很辛苦養我們 印象最深刻就是煮一鍋粥 我們兄弟姐妹就吃那一鍋粥 就開個罐頭這樣子 國中畢業我就去桃園 就開始辦公辦賭 要養家裡啊 兩個弟弟要養 就我知道那種 無助的感覺 不知道怎麼辦 也不知道要找誰幫忙 一個家庭生九個小孩 小孩子帶來 印象滿深刻的 看你走那個鎮 我九個小孩子 我說好好好 他說包一大包給他 我就看他臉書有PO 感謝你給我們那麼多的份量 讓孩子吃很飽 我看到我覺得值得啦 做家的事情值得 我們學校社經地位比較低的孩子比較多 有時候我們早上我們小朋友會沒有早餐吃的 廖媽媽知道我是學校的老師之後呢 那他們每天早餐如果有賣剩的 可不可以提供給我們學校的弱勢家庭 他不是一個很富裕的人 可是他卻有這份心 我覺得比那些富裕的人的幫助 更讓我們覺得感動 你記得起來吧 喝湯還是吃麵還是煮飯 吃麵喔 吃麵喔 女兒是我的動力啊 對啊 我活下去的動力啊 那以前理氣很不好 對啊 她才會有負面的想法 做這些事情之後我會覺得 其實我比他們更好啊 跟他們比起來我真的算幸運多了 感覺人家都煮熟的啦 你如果自己賺比較有 不見得會分你吃一口 沒想到變得那麼冷漠啦 生意差沒關係啦 自己吸收啊 她就不要賣早餐啊 這麼辛苦的沒關係啦 有的時候要做啊 繼續做愛心麵啊 有人固定會來拿 對啊 拿湯吊他 他拿來貼麵就吃麵了 麻煞你 我打算是 О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